水溫溫大眼露出甜美微笑 經常上各大綜藝節目的劉新宇 跟爸媽在市場賣魚 先近年爆紅 但除了最美魚犯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這是我那個護理師的證照 拿出好幾張專業證照 還有之前曾經擔任護理師的工作證 劉新宇不只人美心也美 日前他在臉書PO文表示和家人討論過後 他決定要響應醫護徵召令 每天都看疫情好像就是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又曾經有過這個護理師的經驗 我就覺得說有這個能力為什麼不要去做 然後幫助大家趕快 就是多一個小小的力量 然後讓這個疫情趕快安全的度過 疫情升溫劉新宇的演藝活動也全都暫停 他回到彰化幫爸媽的忙 媽媽看著乖巧的寶貝女兒 想為疫情盡一份心力 也決定指使他 我跟爸都很支持他 因為姊姊他們都是在醫院工作 姊姊妹妹都是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 幫助人是很OK的嘛 OK 沒問題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染疫 劉新宇則是堅定的回應 他們其實防護措施都非常好 而且他們有規定的SOP流程 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想說 都害怕染疫然後就不敢去 那這樣就是台灣怎麼辦 就是大家 如果你們想打疫苗怎麼辦 然後確診的人怎麼辦 劉新宇去年就曾在臉書PO出照片 感謝所有醫護人員們為疫情抗戰 也慶幸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護理師 而這一次他也願意投入危險的第一線工作 希望幫助台灣度過這次難關 訂閱新聞陳時中張華強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按讚、訂閱、按讚、分享、分享、松防 och濾、